观影不自上,好电影需同享 大家好,欢迎收看良品电影 某日,道三和女儿小叶去看《能剧窥哨》 这是原始物语改编的能剧 小叶一直是光源氏的忠实粉丝 与之相反的是,道三觉得能剧非常无聊 不停地在一旁喋喋不休 未将唠叨的老爹打发掉 小叶将原始物语的绘本递给了道三 随手翻阅绘本的道三 突然听到有个声音,一直在说有鬼 发现声音传自舞台上带着鬼面具的演员 道三死死地盯着这个演员 却不知为何眼前一黑,昏了过去 等道三醒来后,却诡异地出现在一座吊桥之上 小叶和其他人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而桥尾竟站着两个穿着古装的男子 两人在谈话中透露,京城里有恶鬼作祟 其中一名男子说,之所以来这座桥上 是想偶遇大阴阳师秦明大人,想请他帮忙驱鬼 可是秦明大人一直没有出现 道三听到两人的对话,觉得非常奇怪 便走上前询问,这是哪儿 谁知对方却说,这里竟是京城 而且对方竟然不知道江户城 道三听到一人称另一人为光君时 顿时觉得非常熟悉 翻开原始物语的绘本 道三这才惊觉,这位光君和绘本上的光源氏颇为神似 道三大声喊道,莫非你是光源氏 是从难听到后非常愤怒,将道三手中的绘本打落到了水中 呵斥,道三竟然敢直呼主上之名,简直太放肆了 望着逐渐远去的绘本,道三产生疑问 莫非自己来到了原始物语的世界里 另一边,光源氏正妻魁上有孕在身 却没完饱受恶鬼威胁 梦中恶灵每次都企图要吃掉他肚里的孩子 魁上惊恐万分,不禁发出刺耳的尖叫声 文逊赶来的侍女和侍卫都认为这只不过是一场噩梦而已 但固执的魁上坚持认为那个绝对不是梦 第二天早上,道三出现在京城大街上 道三的奇装怪福显得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 不仅路人都对异样的眼光看待道三 就连三个小屁孩都要过来追打道三 在逃跑中,道三不小心撞倒一顶轿子 轿子的主人不仅不追究道三的责任 还大度地表示,如果日后道三哪里有不妥之处 都可以到六条玉琪锁的府邸过来找他 六条玉琪锁 这一下道三彻底确定自己在原式物语的绘本世界里 于是道三又拿出他的符咒,准备做法穿越回去 可在刚做法一半,就被以前武士没头没脑地撞倒在地 对方见道三装扮,确认他是一名道士 便不由分说,架着道士就回了魁上的府邸 但是道三一门心子只想快点回江湖城 哪有什么闲工夫做法驱邪 对方只能一再劝说 魁上夫人夜夜都做噩梦 再这样下去的话,他肚子里的黄胎一定会不保 道三知道这只不过是原式物语里的故事 根本不是现实世界 可在他们眼里,道三只不过是在装风卖傻而已 强行将准备离开的道三拦了下来 一旁的女巫也开口了 他们只能查出怨琳的真正身份 但是没有法力做法驱邪 只能请求道三帮忙 可是无论对方怎么劝说 道三根本就不想做法驱邪 他才懒得惹麻烦 早点回到现实社会 才是道三现在首要的工作 就梁光源氏也联系魁上夫人 他知道魁上想要平安生下他的孩子很不容易 因为京城中的女人们的妒忆 就如恶鬼的咒怨般 想要置腹中胎儿于死地 所以请求道三务必要帮他驱邪 并许下承诺想要什么奖赏都可以 晚上最终道三决定还是留下来帮忙 到了深夜 恶灵果然出现了 只见恶灵面目可憎 妖力高强 将府邸大闹一通后 不知为何便离开了 这次女巫终于确定 恶灵的真实身份竟然是生灵 生灵指的是活人有着极深的怨念后 出窍的灵魂就会演变成可怕的生灵 可是不管道三怎么询问魁上 谁会对他有着极深的怨念 他都保持结末 昨晚道三的熊样都落在众人眼中 于是光源氏又另外请了多名僧侣过来 希望一举将生灵消灭 因为失去绘本 道三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到了晚上 生灵再次杀到 可是面对怨念深重的生灵 一众人完全不是对手 谁知生灵在痛苦中不小心露出了本来面目 她就是玉璽索夫人 年轻时候的玉璽索才华横溢 外貌俊美 深得光源氏的喜爱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光源氏喜心厌旧 爱上了更加年轻貌美的魁上 在魁上怀孕后 更是从未再灵性过玉璽索 他心中度火油然而生 并在不自觉中化为恶灵 想去侵犯黄胎 光源氏得知生灵是玉璽索后 让手下威逼道三 让他去将玉璽索解决 人在屋檐下倒是不得不低头 道三便去玉璽索夫人的府邸 了解情况 原来玉璽索夫人最近总会做梦 她总会梦到桃子 因为非常口渴 所以她总会把梦中的桃子吃掉 每次吃完桃子 她都会听见某人的惨叫声 不久后 她就发现其中有一颗 格外雪白美丽的桃子 但不知为何 她总觉得那颗桃子吃不得 每次梦到这里 她就会醒过来 道三听完后 觉得是有转机 便问玉璽索对光源氏的看法 原来玉璽索一开始就想到 自己迟早要和她分开 一甘心接受那一刻到来 可是当她那一天 玉璽索得知葵上夫人怀孕后 就每晚都开始做那个噩梦 道三听吧 觉得她有把握处理好 便让玉璽索夫人大胆地睡觉就好 一切都包在她身上 谁知刚到深夜 道三睡得比谁都香 这时玉璽索夫人的灵魂 再次出窍变成了生灵 等道三醒来后 生灵已经在葵上府邸大开杀戒 眼丑的就要朝黄胎下手 谁知黄胎天生灵智 她愿意牺牲自己的性命 只是恳求生灵放过自己的母后 黄胎纯洁的灵魂之光 将生灵的怨念洗刷掉后 生灵重新变成了玉璽索夫人的灵魂 一阵金光闪过 玉璽索和黄胎都消失不见了 看来自此 生灵闹鬼事件圆满得到结束 与此同时 道三终于回到了现实社会中 她被戴着面具的演员吓了一跳 但是看着熟悉的场景的人 她也大松了一口气 终于回来了 可是怀中的原始物语绘本 怎么会是湿漉漉的 刚才发生的到底是梦境 还是真的穿越呢 道三彻底吓坏了 这则故事选自怪谈百物语中 第十个故事 怪谈原始物语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全集观看 好了 本期良品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记得点赞转发哟 我会让你试试一下 我会让你试试一下